爸爸对不起你 贼先生记者会就鞠躬道歉 他是辣椒爸 坦诚平常对孩子 就是实行打骂教育 我没有喝酒也是会用打 什么样的原因 让你变成这个样子吗 没有 抱歉 口口声声说这是个人事情 但是其实辣椒爸对孩子施暴 早就已经不是头一遭 而且每回失控 很可能都跟酒有关系 多次痛打小孩 就算儿子已经吓得全身颤抖 铁石心肠 还是又打又骂 而现在被爆出 其实辣椒爸在设子当地相当有名 他疑似是富三代 祖父是大地主 原本是卖咸草 后来转批发塑胶带 生了六个儿子 辣椒爸的父亲接管生意 再传给辣椒爸 整个家族在当地颇有声望 很乖 他在外面都做生意 这人吃不吃吗 我现在心里觉得 真的不要再喝酒 我真的很 很对不起 对孩子施暴不止一次 这下换不回圆满家庭 更严重的是 孩子身上的伤会好 但心中对父亲的恐惧 恐怕已经落下重重的伤口 记者新美式综合报道